观众们有没有想过成为海贼王是什么感受 这种在动漫中才会实现的剧情 却在鬼魅身上真实又暴笑上演 到底是谁想出一栋营业 打破了熟悉的上宫时间 让一套衣服穿了整整两天 让明星在电视上观看就臭气熏甜 时间来到晚上 即将初次登上马祖东林岛的鬼魅 正兴奋地与岛上四傻视讯 四傻分享制作单位怎么激发他们潜能 即使不做艺人也不怕恶肚子 可以去开早餐店 在当地唯一一家面包店学做激光饼 还把老板聊得找不到南北 老板大概从来没想过 跟大海围舞了半辈子 最后静晕在大白沙号这艘船上 到了下午 由好帅发起的静摊活动 让整个东宁岛都冻了起来 减少海漂垃圾的同时 还能吃到伙伴们用心准备的餐点 这CP值真是用想的都觉得香 谁能想到却苦了沸冬及美人沙 意外畅销的桑胜气泡饮 让两人不但手忙脚乱 更在好帅的无情催促下 东东 气泡饮还欠人家很多 好 我现在开始气泡起来 你不能一下子做气泡一下 我没有没有 我都一支一批跟你一样跟你学的 一次要做同一批 令沸冬鬼妹俩没想到的事 就在他们边备料边讨论冷笑话时 厨房里的抓满老梗正在上面 你刚茄子有没有洗啊 还没啊 你没有洗衣服会切 什么 你刚茄子有没有洗啊 你没有洗衣服会切 你刚茄子有没有洗啊 他跟你讲话 他跟你讲话 你们不要吵架 直男的浪漫就在于争执过后 总是可以一秒和解 用在这一集就是船头逞船伟多 然而料理上遇到的困难 立刻又困扰住伙伴们 原本好帅想做出海鲜爆棚的绿咖里 但理想有多丰满 现实就有多骨感 不是太辣就是太歇 山不转好帅转 绿咖里变成汤咖喱 解决了层出不穷的问题后 充满台味的料理 连外籍船员都说赞 我们今天有帮各位准备的是 浓浓冬饮风味的这个 算是你们的员工餐 那稍待一下等一下就来 东央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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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好吃吗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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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嗨 营业中的料理 除了用心外 更大的优点就是不怕你吃 即使是各种外带要求 或是大卫王室的续餐 都应该吃不垮他们 就在客人们的夸奖声中 船也即将抵达基隆港 首趟移动任务终于结束 而下次又将移动到哪出任务 号帅和锅壮又将如何争执 第六位成员又是怎么现身的呢 预知详情请持续锁定 每周四晚上官方YT 一定要A特身边小伙伴 一起锁定绝对精彩的完整版影片